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 在这样一支团队下 简单 吃苦耐劳 然后把事情给做了 就这么简单 在这个基础之上 您打造了三个系统 财务系统 信息系统 还有物流系统 这是你用心最大的物流系统 我们就先来谈物流好不好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去打造那么庞大的物流系统 首先这一点 大家一直说有很多外包的公司 有很成熟的场所配送体系 为什么你要自己做 大家一直不明白 就全世界这个物流体系 跟我们这个电子商务一样 也是分为三证的 一种是B2B的这种物流体系 你比如加勒沃尔玛 国敏苏宁 它的物流体系基本上B2B模式 也就是通过它仓储 配送它门店 让消费者自己到门店 自提把这货买了 自己拿回家去 然后第二种模式是C2C的模式 像邮局 各国的邮局 像UPS 像中国的深通源通顺丰 这些公司都典型的是C2C的 这个物流体系 也在全国很多点 每个点呢 既能够收货 也要送货 既要收购物的货 要给货发货 所以它网格状的 这种体系是网格状的 网格状的物流体系呢 导致它管理的难度很大 每点都可以收货 每点都要发货 每点收货 可能发到全国每个点上去 那么它概念和志愿运输 都非常的复杂 成本也很高 而京东呢 我们一定要做的是 一种B2C物流体系 是办自这种真正的 B2C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而应用产生的 新的一种物流需求 既不同意 沃拉玛加勒普的 也不同意深通源通的 我们是从我们仓处 直接到达消费者家里去 是一点对多点 是一种放射状的 而我们每一个点之间 并没有任何货物的交叉 比如北京的配送站 跟天津的配送站 之间没有货物交叉 我们永远是从北京的库房 到达天津站 然后到达北京站 然后北京站天津站 到达应用的手里面去 这种物流体系是单向的 它不是双向的 它不是网络状的 多 这样来呢 就是我们的变异 我们优化我们的这个 概念有数的成本 提升我们的运营效率 所以因为这世界上 富泽制药在中国 是不存在这种物流体系的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多少年 为什么一定要 坚持要做自己的物流 而B2C物流体系肯定需要的 电子商务 离不开B2C物流体系 而我们淘宝 它早晚年需要 有庞大的B2C物流体系支撑它 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是我们投资的根本原因 因为它没有 因为这个设备需要 我们认为我们有机会 所以我们思维非常简单 实际上最后所谓的效率 都是由你的物流强不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构成的 在全国的固点 应该占了70%的 70% 这是很大的数 也是我的供应链 成本和效率 能够达到的话 物流占了70%的重要性 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信息系统 这背后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比如说北京 就是我们是京东的消费者 然后我买一个东西 然后你们的配送员到仓库里面 去把东西取出来送到我们家里 然后这个仓库就是所谓的物流的整个体系 北京就建一个 对 我们整个华北区只有一个 那怎么取得出来呢 比如说人家多少天多少天送货 对 我们是几个 北京都几个儿子就送货了 小件产品 我们的员工呢 每一秒钟在做什么 都在信息系统给他下发指令的 我们每个人配一个手持的RF设备 做完一个指令 信息系统会自动转传第二指令 会让他不断在空间里面在走动 不断地在工作 是没有停息的时间的 每一项货品都是要到那个仓库里寄取的 对 都到你这个华北的这个货里面寄取 然后把它取出来 打完包之后 然后配到李肖北达最近的一个站 还有站 对 我们的北京有五十多个配送站 每个站有十几个配送员 然后每个这个站里面拿到的时候 在决定每个配送员送哪一件货 所以客户拿到包裹很简单 实际上背后很复杂的一套物流器系 实际上我们从拿到的那人手里 他是从站 不是从你们的整个大仓库库里面去 仓库库对站中间它还有一个环节 对 这个环节是用信息来完成的 都是信息系统来完成的 一千多万件产品 每一件产品放在什么位置 都是信息系统来指定的 当为客户取一个订单的时候 你们到哪去 取多少个 取对不对 都是信息在控制的 我们的操作每做个动作 都要有一个扫个挑码动作 那你在全国有多少个大的仓库 然后又有多少个对送站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的是六个 一级物流中心 十二个二级物流中心 二级物流中心就是我们的大家电仓库 大家电就是电视机 冰箱空调彩电 已经建成大概是287个配送站 我们加了五年 我们要在中国建十个一级物流中心 建八十个二级物流中心 要建2500个到3000个配送站 这样的话 整个顾客拿到货物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就短了 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可以做到 现在我们做到16个城市 客户收到货 平均时间两个二十到四个二十就收到了 我们未来做到35个城市 35个城市的客户 收到我们的产品 都是平均时间三个多小时就拿到货 那你这个2000多个配送站 加上那么多物流 整个还有其他那个仓储 一级二级的 这个整个要花多少钱建起来 我们主要花钱在一级物流中心上 一级物流中心 十个大概需要八十个到一百多亿 我们三级物流中心 其实投钱很少 配送站就是五万多块钱 就可以开配送站了 配送站难得难得管理 而不再投资 因为这么多配送站 天天骑车出去了 没人跟着他 他能不能对客户微笑 能不能对客户服务好 这有很多很多问题 管理就比较难 配送员是你们的人吗 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没有使用外包的人 所有配送员都是跟京东工程 指签的员工 我们也给他们交四眼一斤 这样子 那这些人实际上是你们的最后一公里 对 那对他们的培训是怎么完成的呢 这个也是我们 也是有三级的培训体系 首先呢 一个站管好不好 80%是跟那个站长有关 因为我们很多站都是远在天边的 有时候总部一年可能都去不了一个人两个人 如果这站长不给力的话 这个站就散了 客户服务一定不好 所以我们的站长培训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们站长现在呢 基本都要求在京东工程工作一年以上的 拥有的培训员 然后再通过公司三个的人站长的集训的方式 我们每三个会一次站长培训班 我们还为站长助理 实际上站长助理就是他准备升他为站长之前 干半天站装助理 所以通过从中的选拔 淘汰和培训 再成为我们站长 然而站长我们也三个考核期 三个如果过不了关再换 只要换到合适为止 然后每 我们站长收入呢 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上场评论收入都八千块钱了 实际上每个人只管十几个人 所以收入高这么的情况的话 员工呢他就会很珍惜这份工作 而且给他交四眼一惊 连我们的配送人站长 在京东工工作满三年了 我们还云云他飞老家 去开一个配送公司 然后反过来 重包公司的一个宋博区 跟公司合作 变成公司的合作伙伴 这样他可以 每年大概费用 将近上十万的这个经历 费到他老家 也不用去外地生事 这样可以赡养自己的父母 每年如果稳定了 上十万的收入的话 对于三四年小成熟来讲 可以说非常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 这些员工呢 非常的敬业 每个人都希望呢 能够 在公司干一辈子 无数站长告诉我 他真的希望呢 这是这份职业 希望能够跟着京东工 一直干下去 您说站长 是八千块钱的收入 平均 那前面的配送员 是什么样的公司水平 大概是四千块钱 多块钱 四千多块钱的样子 有站长还可以拿到 公司股票 我们现在有的站长 就是说拿到公司股票 已经值一百多万 如果将来 就现在 就现在这风险投资 我们已经价值了一百多万 上市的 我相信会比较 还要高很多 那么费有很多 费有很多很多站长 公司上市 将来费有几百万的 这个股票 他们回到老家 可以去买非常好的房子 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 这样来呢 就是让这站长 很珍惜这个工作 那这个前面送货的 四千块钱 它是 基本上都是一些 什么样的学历 什么样的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这种 高中啊 或者中专毕业的 甚至还未为大学生 那很多大学生呢 我们招他进来 目的是希望能将来 有天把他培养成站长 因为我们认为 一个大学生 让他三年都是送货 是没有价值的 大学生真的就摆上了 所以我们也会招下大学生 甚至本科比较上过来 但目标实际上是 咱们有天把他培养成站长 去招他 但是呢 来的时候 都要看他一年 能不能送满一年的货 如果你那一年的货 不能送满的话 公司不可能 不可能考虑 胜利为站长 不管你学历有多么好 因为做了站长 依然是需要一个吃苦耐老 一个责任性 才能把这个 十几个心理都带好 管好 我们因为在谈物流过程里面 最后一公里 是由少数大学生组成 多数没有上户大学 文化知识相对不高 比较吃苦的这样一群人 文化素质相对低的 这样一群人来组成的 那你们在这一块 就是这种服务体系的建立 因为这个物流到这 它是人组成的 前面都是这个仓库啊 点的 就是这一块 就是用户和信用户 对接的这一块 是怎么能够让他们去 微笑啊 耐心啊 比如说错单啊 漏单啊 这个地方 它是很要命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 首先呢 要让员工 重视这份工作 如果这份工作 对于我们的配合员 可有可无 离开京东 随便找一个 都能拿到这么多钱 都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这么好的机会 比如身为站长啊 或者将来付老家 跟工作合作啊 那么我相信你很难让配合员 真正说多么好的工作 对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提供 特别有 就不管现在和未来 都很有竞争力的 很稳定的 因为收入给他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你要有庞大的信息系统 就分析报表的能力 我们通过产品评价 我们通过购买咨询 我们通过网友讨论 就每个产品下面有三个 应用留言的地方 我们通过定单的评价 我们通过投诉系统 我们通过公单系统 我们通过这个论坛 论坛监控 论坛监控 然后我们还通过呢 就是直接投诉 直接投诉 大概我们通过12个地方 我们能够发掘到客户 有关配送方面的 所属不满的东西 我们每周都会出于报表 我们能聚集到一个配送圈 我们完全能分析出来说 我们并且在每一个自然年 如果受到两个客户投诉 就要被开除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是太重要了 对 比如说女同志 去做保姆 保姆也三四千块钱的 他还可能没你这么辛苦 你从头到晚的 你要背着 拖着 上电梯 都很麻烦 我看你还去专门实验了一天 很累 其实上是很累的 那么多东西背在身上 我们刚才说 平均收入是四千 因为我们有一半的员工 都不满一年 因为我们每年的配送内部 都是翻面在涨 这跟公司增长数 几乎是线性的 这样来意味着什么呢 新员工的收入是第一时间的 或者说意味着 老员工收入是很高的 我们老员工没有低五千的 以后老员工都是六千七千 而且给他交四眼一斤 这跟一般的快递公司 一般快递公司 都是用的 所谓外派员工 不可能给你交四眼一斤的 我们交完四眼一斤 拿了六七千块钱的话 这对于这些员工来说 信念很大 但是公司给了非常多的 这种往上升的空间 去作战 因为每年都开 很多的站 对一两百个站 实际上当一两年的 这样一个配送的人 他就可能当站长 他们优秘的联工都成为站长 这站长就有可能享受到期权待遇 可以这样吗 对 不是每一个吧 不是每一个 所有的优秘战长 我们都会 我们每个都会平均优秘战长 我们 我们站是分三星 四星 五星 对 如果你要说拿到三星 你一年只能两次拿到三星 战长也不开除 我们内部没有降级这些说话 你不行就要走人 不存在说 你站长坐不住 在飞车上坐配送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 每走一步 要慎重一步 走出那步就不能退回来 退回来就没有退路 就只能走人 所以有两 一个 他有很高的收入 第二 一个非常严重的体系 因为男的男的 很多客户 他不愿意实际投诉 就配送人对他服务 他就不好了 很多人他就懒得去过来 投诉一下 很多人都是 好多中国人 就国人 我们抱着一种 就是心神令人态度 而我们的心情系统 是能够通过 就客户没有来投诉 我们大部分 对我们配送人不满 实际上不是通过 通诉系统得到的 并不是客户来投诉 说你张三里斯 今天我送我 他不好 我投诉他 他们配送人 受数啊 的配送人不是来自于这个 而来自于客户 就在别的地方留言 是说出来 顺略说出来 对配送人哪儿不满 不快 所有是人与因素造成的 都是记忆之过 我们每个自然间 每个人最多 只有两次投资 被客户投资的机会 这个其实是很严的 而且被开除 我们从来 不会扣费成的奖金提成 你不行就走人 这个工作你没有了 这是整个的物流系统里面 最后一环了 对 也是最难的 原因是男的男的 就是我们每年 这个配送人员都是 增长 也是将近200% 拜拜